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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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 长春风正乱着呢 咱不谈了啊 谁说是我在谈皮吧 是轰了的慧贤黄贵妃 在追魂索命呢 主 您别吓唬奴婢 谁吓唬你呢 我真是高兴啊 凭什么这些年 只有我为我那孩流进了眼泪 他们都得哭 都得陪着我哭 主 主 主 来人啊 快来人啊 雨萱看哥哥手里拿的什么呀 来 踢他 踢他 永成 再玩会儿就睡觉吧 嗯 太晚了 主 这七二哥本就体弱 本来也活不了多久 后况这事也是没偏做的 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 奴婢明白 只是心里有点慌 先别想这些了 今天太医来巧过了 我又遇惜了 是 永贤 永成 你们俩又多个弟弟了 高兴吗 永成 高兴 高兴 高兴吗 永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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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 您是 请媚媚娘娘恕罪 今夜有自立的太医 都去协方殿照顾七亚哥来 所以才派了微臣过来 无妨 七亚哥的命要紧 请 请恕微臣直言 娘娘是否有下红之症 是 每月月薪也总是零零零零 连续不断 延绵至半月有余 本宫自从痛失害儿 就落下这个病症 微臣看过您之前服的药方 太医也得尽心为您医治 只是您身子虚亏 血不藏精 加之今夜又大悲大喜 才会晕厥 若想多得几年安好 娘娘心绪 还是要安稳些才是 你是说本宫的命数 就在这几年了 那也未必 不过这下红之症不欲 气血会不会慢慢耗尽 就像花朵失去了水分 也就唯有干枯了 伟臣下去先给您开药方了 伟臣告退 frozen 不过